这是大概美国66号公路的头 66号公路上有个小城叫威廉姆斯 这个威廉姆斯就坐了在亚利萨纳州北部 威廉姆斯这个小城非常小 人口才3000多人 它是去大峡谷的门户 从这里去大峡谷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那么这个小城呢海拔大概在2200多米 一年四季呢这里都非常凉索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是大雪覆盖了 马上就要进城了 这是城的大门 威廉姆斯建在1881年 有人管它叫松树之国 我看这里是云端之城 在这里呢还有火车去大峡谷 这个小城周边是松树围绕着 世界各地的游客呢都把这里作为去大峡谷的一个休息点 如果你不想开车去大峡谷呢 你就可以从40号公路下来进入这个小镇 在小镇的中心有去大峡谷的火车 虽然这个小镇人口不多 但是非常著名 旅游爱好者呢都会到这个小镇西西 特别是在小镇上你会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些游客呢都是把大峡谷作为他们旅游的目的地 昨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个小镇 今天白天看见这些一朵朵飘的白云在蓝天之间 哇太美了 我想开车带您逛逛这个小镇吧 小镇一共就两条街道 现在我们呢是在其中的一条准备去当地的一个最著名的超市 Safeway去给我们的野营补给一些鸡养 然后从Safeway出来进入市中心才能看到一些酒吧 那你会想这个小镇有多大面积呢 大概是43.79平方英里 也就大概是100多平方公里吧 所以你在这里很难看见很多人 对于我们来说不想看人多就想看云彩 看满天的云彩真美 我们开车 那已经转到了Safeway 也就是超市 计划从超市出来带你逛一逛城镇的中心 也就是一些酒吧和一些饭店 一到两旁你会看到很多标志写着66号公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条公路像66号公路这样赫赫有名 人们都知道美国的公路是横横竖竖的非常方正 只有66号公路呢是从自加哥到洛杉矶斜插下来 66号公路对沿途的许多地区的经济帮助极大 那威廉姆斯小镇呢只是66号公路上的一个点 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我经常会看到66号公路的一些图标 也不知道为什么地图上还找不到这条路了呢 原来呀66号公路是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 被众多的粉丝挂在嘴边穿在身上 有一些旅游博主呢就专门从起点 就是自加哥开车 然后到洛杉矶整个把66号公路记录下来 全长呢大概是三万九千多公里 将近四万公里穿越八个州三个市区 如果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 想开车从东部到西部 那一定要走这个66号公路的 你可能会说这个小城太小了 五分钟就把城市两条街道都逛完了 在我看来城市大小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们在这里是否幸福 我们的汽车即将开出城中心了 那你会说怎么将节总去那些 吐得不拉死的地方呢 对 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地方 在美国 你走到大农村里 你会觉得天空特别蓝 云彩特别白 看到这你就知道了 如果有人给你提起美国的66号历史的公路 你就会串联起来无穷的美景 那么在这个威廉姆斯的小镇上 你不要去寻找现代化的东西 你要去看他的历史 za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